大家我是宝君 未来世界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生物软件 可以直接在人类大脑里面创造虚拟现实 一秒就可以让人体验失联着所有快感 一部脑洞打开了悬疑科幻片 虚拟实经 女主若是6纳米技术 搞出了一种可以真实体验虚拟现实的生物软件 这种软件需要接受一种类似眼药水的东西 再带上连接大脑一种黑科技仪器 就可以进入到淘陷史的虚拟场景中 体验各种金钱自己的冒险游戏 更加神奇的是 当然在高速运转的过程中 会让人产生一种超限属的错觉 感觉像是过了一年的时间 但现实生活里面其实只有一分钟 若是研究这种东西的目的 只是为了救醒脑死亡的小脑地 四年前两人去泉水的时候 脑地不幸发生意外 脑部中度损伤 成了一个植物人 若是利用这种软件 编写了一个没有意外事故的相同场景 改变了潜意识地的某种选择 不去下海潜水 这样一来 记忆就会被重组形式 苏醒过来 若是将这款生物软件命名为重生 当初在成立公司的时候 找来了朋友卷服做合伙人 若是技术出生 主要负责软件的研发和测试 那投资开放市场之类的 就叫个卷服去打理 一款软件从开发到测试 总会出现各种问题 若是也不例外 润行中突然出现程序混乱 是最致命的个问题 用户会因此困在幻境当中 走不出来 搞不好还会有生命的危险 经过几次的修复测试之后 若是再次给老弟试验了一下 发现好像有点效果的样子 打算再继续油画一下 但若是老爸却举例反对 在他看来 这是一种必大疑虑的事情 搞不好还会扰赖社会秩序 造成严重的后果 若是时下为老弟搞研发的事情 被卷服发现 距离软件上线 只剩下不到五天的时间 刚好卷服找了一个大金主投资人 和政府部门合作 想而若是为这个合作项目 编写一个虚拟监义 让犯人在一分钟的时间里 就俯反十年的刑期 这样不但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还能最大程度的 使犯人得到劳赶 但是若是拒绝了 拒绝为这种不到的脚衣买单 公司那个男同事 见他火气很大的样子 可以带他贴身肉搏 卸了一下火 若是很是感激 带他也贴了一会 操心者的虚拟幻境 因为太过于嗨音的原因 这家伙又搞多了一只 结果还去了上帝那里 若是也因此被判十年刑期 不过有一个才师 可以让他免除脑罪 那就是做一年的虚拟监禁试验者 为政府的这个项目 提供更多的参考数据 事到如今 若是也不得不答应 开始之前还特别叮嘱同事 如果试验过程中 处在存续混乱的问题 就直接朝他脑袋 打一枕救生价 逃离虚拟的环境 很快若是就处现在 虚拟的监狱场景 开始感到有点焦虑不完 几天之后 精神状况面的不太正常 好在这层的定力够好 一直撑到了第365天 若是以为试验结束 终于可以回家洗白白了 却不了第十期重新变回了衣 一切又循环从头开始 后来才发现这个场景 是认为搭建出来的 眷服设局将他关在了这里 整整一年 趁其他人不注意 若是开车逃了出来 发现办公室已经人去楼空 叫来他就去那个藏库一看 也是什么都没有了 来到之前所住的公寓 正巧撞见了眷服 无奈直向 若是招来的同事 傲昧那里 还接到了之前入伯过的男同事 男同事在那次意外当中 并没有死去 自从那次实验之后 若是就失踪不见了 众人都以为他去了什么地方旅行 眷服也趁其控制了整个公司 利用那个神物软件 赚了一大笔钱 为了阻止这一切 若是跟着同事偷偷留到公司 带走了软件的数据硬盘 接下来的老爸家里 开始重新搭建虚拟场景 关于这个神物软件的概念 以及技术设备 都是他老爸提出和开发出来的 之所以一直反对若是进行试验 是因为其中的bug问题太大 很难修复完成 但若是最主要是靠着 自己的专业技能 更新升级了这个有问题的软件 老弟适用之后也终于醒了过来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老弟突然全身抽搐起来 幻境里的他 依旧走向了大海 最后若是不得不选择放弃 拔掉救生仪器 让老弟平静的离开人世 一个呼唤之后突然在他脑中闪现 刺激的他依旧还在心里幻境里 是同时用那个救生仪唤醒了他 剪进试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 都只是幻境而已 若是开始变得不再执着 打算放弃研发退出公司 卷福却为了把他在幻境当中 有了一种交互的联系 这也就意味着 软件有了更加先进的功能 以及市场发展空间 若是拒绝再次进行试验 却不了被卷福强行搞进了幻境里 可惹强大的内心和意志 若是这种逃离的出来 随后以牙关牙 将卷福也搞了进去 让他体验现实一分钟 宽禁十年的孤独和煎熬 最后再将他拉回了现实中 至此全篇完结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影片当中的程序体验 真实的让人分不起 是虚拟还是现实 那我们所处的这个事件呢 会不会一切都是虚拟出来的幻象